注意看 眼前这个女孩名叫小美 她和她的哥哥都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世界旅行者 两年半后小美成为了个人练习生 但却只能和一只行走的应急事物相依为命 这两年半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女主小美和她的哥哥小帅是世界之外的旅行者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旅行 但在他们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却遭到了阻拦 当时大气层离他们只有0.01公分 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 这个脚踩虚空拥有反重力白发的女人突然出现把她俩按了回来 兄妹俩一眼就看出了她不是人 这实力在某个大陆必是妥妥的封号斗罗级别的人物 女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搓出一个地暴天心 兄妹俩闪现交的那叫一个快 接着使出了合击绝技天语屠龙舞 可女人只是抬了抬手 发出的一连串攻击便让兄妹俩毫无喘息机会 两人迫不得已使出十年王者的走位水平利用女人的攻击引发大爆炸 兄妹俩抓住机会一起刺向眼前的女人 但女人毫不费劲地一把震开小美 当小美突然反应过来哥哥要记的时候 哥哥直接记得连灰都不剩了 小美气得直接开启王者模式 一个阿尔法突袭准备替哥哥报仇 一阵爆炸过后 伴随着有烟无伤的设定女人自然毫发无损 随即又搓出一个地暴天心向小美丢去 小美此刻心里直呼妈卖劈 到底谁才是主角呀 然后在最后一秒钟心里蹦出一个字 记 随后画面一转 两年半后小美在一个池塘里 钓上了一只应急食物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应急食物会说人话 于是给她取名叫小胖 小胖长得不胖 秒速5厘米的飞行速度刚好追得上蜗牛 聊天中 小美和小胖来到了一个悬崖前 眼前的景色美得两人直哆嗦 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个晴天柱 小美伸出手触碰了她 突然晴天柱浑身发光并搓出一个青色的球 小美此时心里纳闷了 为啥这个世界的事物都喜欢搓球 紧接着那颗球融入了小美的身体 小美好像懂了什么 又好像没懂 于是两人继续往前走去 突然小胖闻到了什么味道 两人赶紧躲了起来 只见眼前一人一龙在做着什么不敢见人的事情 此时小美身上突然亮起了青色的光 魔龙瞬间察觉到有人在偷窥他们 气得直接触发五层邪怒 旁边的窦龙战士见情况不妙直接闪现 皆隐身开溜 小美和小胖眼瞅着魔龙飞了过来 难道他们的旅途还未开始就要结束了吗